我昨天的話呢 其實是用遠距 在跟台東的智學團體 就國中生在做教學 那麼我們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OBS這個呢 算蠻特殊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老師現在應該都蠻有機會 要錄製摩克斯的課程對不對 有沒有 不管願不願意 哈哈哈 遲早的事情嘛 哈哈哈 但是呢 重點是 我們要先做好準備啊 真的你要錄的時候 你就上場啦 就沒有在怕的 就沒有在怕的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像我這邊 我先難得上課有機會坐下來 有沒有 好我現在就坐得上了 那您看這裡 我用了一個就是這個3D軟體 我們把這個背景弄好 把這個背景弄好 所以其實你待會會看到像這樣 我配合我們系上 所以我要 加一點中國風 哈哈哈 加一點適當的東西進來 那這個其實這個軟體 免費的其實老師也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做得到 等一下我給您看 給您看 那個軟體我們都有放在裡面 那再來的話呢 你看像這個就是我們在 直接教學現場 會議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有其他的人 然後他們的現場像這樣子 我也可以把他抓到裡面來 好 雖然我們不是在所謂的 攝影棚裡面 可是其實還是可以 像這樣 那他們從那邊看我的 就是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所以 這個也是一樣 那所以 您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這一次 會帶大家來用的 這些 這些 這個 內容 軟體 當然是免費的 唯一您要花錢的 就是我後面這一塊而已 如果說 你翻起來 這個沒有的 應該是不用花錢吧 哈哈哈 去找應該就有 家裡應該都有 這晒一架 所以 這個 千元有找 千元有找 那就看你怎麼用 其實你知道嗎 當初買這個 買這個布的時候 我是怎麼買的 你知道 我拿notebook去 我就一塊一塊布試 啊 這樣試可以 我才用 哈哈 哈 notebook裡面裝這個軟體啊 裝這個軟體啊 然後呢 好 你看 我就來這邊 這裡我就先關掉一下 好 先挺一下 好 我看這裡 我就把這個打開 有沒有 這樣就進來啦 不然你還要 梳妝打扮一下嗎 只是這個椅子 不好意思 還有不小心 讓你看到一點點 哈哈哈 好 因為它是藍色的 這樣教學 應該可以嘛 所以如果你 老師想要把其他內容放進來 就這樣 不用變魔術 魔術要學比較難 這個比較快 一下就好了 這樣老師有沒有信心 你今天一定會的 今天我們會有推出欄目到你家的活動 哈哈哈哈 這一個 我一拉開 這樣就曝光了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樣就曝光了 這樣就曝光了 對不對 但是呢 沒有關係 等一下 這一台會開車到你們那裡去 你一定要實際路看看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老師要做好 上電視的準備 不用梳妝打扮沒關係 但是至少 這樣 是OK的 其實你看 這樣會不會很佔空間 不會嘛 平常的時候你就曬衣架啦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把它 遮好 不要曝光 調整好 這樣馬上就可以現身 OK